会出现刚刚的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的点实在太多了 因为刚刚我们在没几出之前 我们就已经能看到它的点比较多 所以很容易出现刚刚那种破面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先不制作这种窗户 到时候直接采用贴图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我们就直接绘制一个像刚刚那个窗户一样的 到时候进行贴图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镂空窗户贴图 因为左右两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采取实列复制 接下来我们再来绘制我们的背后的这一个立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前面的立面隐藏起来 选中它们进行一个隐藏 将我们的CD切换到我们的背后视图 然后来绘制一下它的墙体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 窗户的开动 摆放一下位置 摆放一下位置 然后挤出 更改它的材质颜色 更改它的材质颜色 将我们刚刚制作好的窗户可以直接进行复制 再来继续 这样我们这个寺庙的这个古剑的下部分就已经基本制作好了 接下来我们会再来接着制作它的柱子 然后它回廊上的这一个 栏杆一样的这个雕花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瓦和它的一些 飞檐 墙体绘制好了之后接着我们可以再来绘制它的柱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前视图取消隐藏将背后视图隐藏起来 现在我们开始来绘制柱子 这个柱子是一个圆形的柱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倒角的部分 在顶视图上我们也能看得到它是圆形的柱子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绘制它的剖面然后运用撤销的工具 在这里我们补捕捉不了点所以从上面开始先补捉也是行 我们先暂时绘制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捕捉一下它的终点 因为现在暂时捕捉不了 所以我们待会要调整一下 再绘制弧形 在这些地方都需要调整它的点 然后将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然后来连接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断的 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它是否封闭 点一下几出 有实体显示说明这个线段就已经封闭了 然后直接给它撤销的命令 在这里F3显示 它的形状是不对的 我们在这里它有一些大小 我们来更改一下 这个就已经对了 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在侧立面上 也就是我们的侧立面上来看一下 在这里可能我们先要用到它的Poly面 来看一下每根柱子的高度 因为这边都被它的屋檐给挡住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 进入它的可编辑样条线 在这里直接将最顶上的点往上调 这样就好了 有了第一个之后 第二个我们往里进行复制一下 顶视图上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大概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同样的调整一下它的高度 我们看到它是和我们的墙面一样高的 然后将柱子开始复制 在复制之前 我们要对柱子添加一下它的材质 这个地方可能要往外走一点 刚刚我们在这里面上看到它的形状有一点怪 在这里面上看到它的材质 然后开始来进行复制 我们首先复制最外面的这一排 在顶视图上也可以进行复制 前视图也可以 摆好位置之后 然后里面的柱子我们也开始来进行复制 然后是侧立面的在这里 我们在侧立面上来进行复制 在复制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参考一下侧立面的CAD 看它有几根柱子 在这里有两根 同样的在顶视图上也要来观察一下这两根柱子的一个位置 那两根柱子是在回廊的位置上 里面的柱子是被挡在了墙体里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做这个柱子 我们只用复制回廊上的这个柱子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柱子进行一下复制 侧立面 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柱子进行复制回廊 然后选中他们 对他们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是我们背后的这里还有几根柱子 我们可以直接将前面的往后进行复制就可以了 柱子复制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这个回廊上的这个花纹的图案 直接来进行 勾画就可以 对他们进行一个挤出 可以挤出 可以挤出100 然后再来绘制里面的 这一个 看着这个回廊下的这一步 没绘制好的地方到时候我们来调整 这里还少一节 这个地方也需要调整一下 先将它们附加到一起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的画法都是从上往下画的 只有这一根是从下往上 是因为它的起始点颜色不一样 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改一下 让它变成我们从上往下画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sweep的扫描 可以给它一个 太大了 改到30 20x20差不多 然后将它们统一的摆放一下位置 然后将它们统一的摆放一下位置 可以同样用柱子的 也可以重新命名一个 栏杆的材质 或是木纹 然后对它进行复制 对它进行成组先 可以往右复制一个 同样的 侧立面上我们也需要来制作这个 直接选一个 进行旋转 然后来调整它的点和位置 首先我们将位置摆放好 然后将我们的模型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需要将我们侧立面的CED进行 取消隐藏性调整 先把所有的这些栏杆复制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图案 我们可能要将别的物体进行一下隐藏 然后来调整 直接给它添加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第一步可以先调它的点 然后来更改一下它的造型 我们将多余的先删除 在这里来进行调整 因为CAD有点对不起 所以我们暂时的 先来用它的作为一个参照来进行调整 这一根应该要往前走一点 在这里调整一下 在这里调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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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它 往左进行复制 再来进行调整 所有的步骤都差不多 在这里我就自己来调整了 不做演示